奥运与球双男组合交手 王麒麟和李洋对战中国队的刘宇成与欧选异 中国队在前场速度非常的快 王麒麟几乎成了中国对手狙击的对象 但李洋的补拍也在第二局为伙伴王麒麟制造更多进攻机会 第一局17比21小输 但在第二局彼此都更加平民 因为要是0比2输给中国大陆将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局面 好在在第二局的尾声 李洋配再度展现高度默契 21比17百分一成 也提前确定能够晋级八强 李洋配这回被分配到有五组选手的死亡低组 不过他们已经连续料到日本丹麦和美国组合拉出三连胜 而在这关键一赛也迎来小组赛的最终战 面对世界第九的中国组合 李洋配第一局有点帮手帮脚小小落后 第二局重振旗鼓 第三局中王麒麟连续背后击球 李洋在旁补拍表现相当精彩 但是在第三局的中后段 双方进攻防守谁也不让谁 让比数相当胶着 不断平手 整个过程高潮迭起 甚至进入第四个赛末点 双边更是紧张无比 不过李洋配一样没有让台湾人失望 在最后一球胜出这65分钟的比赛 2比1获胜 而这也是李洋配 生涯第一度击败中国选手 确定挺进夏艾伦比赛 晋级前八强 TVPS团队法国巴黎报道 奥运前线掌握最新赛况 惹鞋镜头五环战场一把招 巴黎迎来第三次奥运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号 请锁定TVPS巴黎奥运特派团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